这节课我们讲一下泡泡袖 这个泡泡袖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最主要就是先 首先把尖缝拼起来 然后进行袖子上进行碎折 注意裁剪的时候 一定要打好剪口 紫样上都有剪口的 缩好碎折 缩好袖口碎折 袖口的碎折 长度跟这个袖口是等长的 那么这里缩好碎折之后 跟前后袖笼是等长的 然后就上袖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技术 那样的 那么可以进行操作 看视频 泡泡袖图纸125 紫样是4款 一个前面一个后片 一个袖口 一个袖子 裁这个袖子的时候 我们这里剪口一定要打好 这个袖口呢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做 袖口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上 像衬衫上袖口一样那种做法 也就是类似一个包边 但是我们直接就拼吧 我们主要就展示一个泡泡袖的效果 睡着套一下 首先把这里 正面跟正面相对 拼一公分 然后锁边 然后换上睡着压角 我们把这里已经拼好了 锁好片了 换上睡着压角 这个袖子呢 我就没有去分前后了 所以呢 我们是睡着方向 这个是反面 从这边开始睡着 睡着的缝分 我们睡于0.5就好了 千万不要超过一公分 用手指逼住压角后面 挡住压角后面 那么这个睡着出来的长度呢 要跟我们这个前后袖笼相的 那要比一下 那我这里呢 你看还是不够 看到没有 我大概的比一下 这个还是袖子长了 袖子的长了 我们再进行睡着 睡一次不够 我们就睡两次 这也差不多了 看到吧 OK 那我们下面这个袖口的睡着 袖口睡着 我们从起始点到这里 同样 那么这个长度 要跟我们的袖口相等 你看我们这个袖口 这个呢 说的是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没关系 我们稍微给它拉一下 你看差不多了 稍微给它撑开一点点就行 但是我们的睡着要保持均匀 好 那么这个袖子呢 跟大家说一下 袖子抛抛袖 有的呢 只做上面抛抛 下面没有抛的 这其实在紫样上 已经跟大家注明了 看到没有 此袖行为上下抛抛袖行 有的呢 就是上抛 下面不睡着 也叫抛抛袖 所以说定义抛抛袖的原因 它就是一个睡着量 给它抛起来的效果 好 那么我们这里换回正常的压角 然后这个是正面 那我们这里的袖口 我们最简单的 我们就直接拼 给它拼个一公分 就行了 用最简单的方法做 拼的时候你要比一下 比到这一头 你要让它相等 OK 然后就锁一下边 锁到边之后就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袖子 送上去 如果袖子分钱后 袖子这里会打一个简口 它会注明前面 那么对准的是前片 正面跟正面相对 我们拼一公分 当然那么有些的面料 如果是正正面 我们就不用拼 我们直接用索面器 就可以完成 上袖的手势同样是这样的 一个上袖手势捏住 然后这个手拉住下面 两餐七瓶上过来 这到时候 我们比到最后 先比一下 这个长短 这个是差不多的 合适的 我们捏到中间的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 碎折的时候 碎点点 因为我们的侧翼公分 如果你碎折碎大了 等一下我盖不了 这个第一道线 那么这个做好的成品 线就会录在外面 就很丑 那么这个缝分 就是往后面挡 边侧边 注意这个手势 OK 然后去锁一下边 锁一下边就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 七瓶袖口 把它拼接过来 从袖口这里开始 七瓶袖口 拼一公分 所有的缝对好缝 不能有误差 好 然后就锁下边 锁好边之后 让我们把这个线头 往下面 包紧 在这里 打个倒针 注意这些细节 我们把这个线头 再重新剪掉 那就不容易散了 然后放到这个后片 那 往后片挡 从这里我们打个倒针 车0.3 然后再车个0.5公分长 多打几次 OK 做好之后 我烫一下 其实这种锈子 也没有什么烫的 就烫一下夜下 烫一下尖缝 这个呢 千万不要往上面去压 就是让它这样的立体效果 泡泡绣 好起来 那么这种呢 也可以称之为 灯笼绣 那么这种 也是非常常用的 比如说 你团 还有那个 你式的 点一群 通常都会用到这种 类似于公主绣 就是这样的 记住 这个不单是泡泡绣 有的就是 下面是一个 没有随着的 只有上面随着的 也成为泡泡绣 OK